北京时间10月17日,据美媒体报道,骑士对当家球星勒布朗,詹姆斯和队友德维恩,维德近日接受了瑞秋·尼克尔斯的专访,詹姆斯认为凯利·欧文在节目站回克里夫兰打球所面对的环境将远不如七年前他,詹姆斯第一次以热火球员的身份回克里夫兰打球时那般恶劣, 每个人都很好,每个人都很好,詹姆斯在采访中说道,去年KD回俄克拉和马达比赛,今年保罗·乔治将回印第安娜,你知道德维恩,维德将会回芝加哥,凯利来到克里夫兰,不,这些都不能和当初我遇到的相比。 2010年夏天,詹姆斯宣布离开骑士队并加盟热火队,2010-11赛季,热火第一次客场挑战骑士的比赛中,跨带球馆不得不安排额外的警力来控制现场秩序。 2010年12月2日,詹姆斯回忆道,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。 谈到明天欧文和采尔特人将在克里夫兰挑战骑士,詹姆斯表示,他们会没事的,七年前球迷朝着我们扔电池。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那样的场面,一旁的维德补充道,七年前的那场比赛,热火以118-90大胜骑士,詹姆斯读得38分,其中24分来自于第三节。 对于凯里,欧文,詹姆斯没有时要坏话,可说,归根到底,那个孩子做了他想做的事情,詹姆斯说道,那是他的命运,就像我说的,我们在一起的三年,不可思议的三年,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这种合作,但是没有奏效。 当瑞秋向詹姆斯指出他不愿提欧文的名字,而是用那个孩子来代替时,詹姆斯说道,哦,那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,我以前也是那个孩子。 罗森